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运飞机波音747-8F 机身长76米,一展宽68米,尾翼距离地面20米 相当于6层楼高,搭载4台高旁通涡扇发动机 功率是轰炸机的8倍,就在刚当它接到了最新任务 从香港运载几十辆一级方程式赛车回到英国 而此时精彩刺激的比赛正在进行 物流公司经理菊佑金需要在比赛结束前准备好所有货箱 比赛结束后全部赛车都将被装进箱子运上飞机 这一次的运输一共需要两架波音747-8F 他们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工作人员要对飞机外部和内部做全方面的检查巡视以确保安全 这架飞机有五个主油箱和两个备用油箱 总共携带181吨燃料 加一次有可飞行15000公里 机身内的主甲板可容纳46个装载托盘 一次运输130多吨的货物 747-8F配备了四个通用电器NX发动机 其功率相当于B-52轰炸机的8倍 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发动机的风扇叶片快速旋转以压缩空气 然后电火花点燃燃料与空气的混合物 释放膨胀的燃烧气体 这些高速气体产生强大的推力将飞机推向天空 波音747-8F的巡航速度可达488节 这个速度相当于每秒钟飞过三个足球场的距离 起飞前的检查工作即将完成 而另一边位于香港的比赛还在进行 如此激烈的比赛 一定伴随着车辆的损坏 所有在比赛过程中受到撞击的车辆 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才能装进货箱 尤其是车内的锂电池必须要拆下并进行冷却 这一切都是为了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一旦电池在后备向起火 后果将不堪设想 用世界上最大的货机运输40辆方程式赛车有多麻烦 眼前这40辆价值不菲的方程式赛车即将由香港运往英国 在进入飞机前 所有赛车的电池电量都必须低于80% 因为法律规定超过这个范围是不能由飞机运输的 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在比赛过程中损坏的电池 这些电池遭受巨大撞击后变得不再稳定 其内部有一个单元出现故障都会引起连锁反应 从而引发火灾 如果在一万米的高空出现意外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并且在这个飞行高度下 货舱内非常冷 所以还需要将车上所有液体全部排出防止结冰 每辆车在进入货箱前都要进行拆卸 包括车头车尾以及其他比较突出的部件 这些货箱就像是一个大冰柜 每一辆赛车独自占用一个 全部打包完成后 由货车统一送往机场装载区进行装载 在这里所有货柜都会放在飞机专用的托盘上 这些托盘都经过精确的校准 既合理地利用了舱内空间 又能保证货物不会损伤到舱壁 波音747-8F的机舱内一次可运输46个托盘 相当于运输44辆大型MASUV 当然所有的托盘并非随意装载 办公室的技术人员 会根据每一个托盘承载的大小和重量 合理安排它们的位置 尽量使所有重量平均分配在整个机身 并且在装货时飞机的机头必须用钢缆固定 否则强风和不平衡的货物 可能会导致飞机倾斜从而破坏机体 整个装载过程仅仅需要三个小时 这得益于它强大的自动传送系统 托盘由起重机放置在这一系统上 它会自动起降 并且以最合适的角度将货物送进货舱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货机波音747-8F 它即将在满顶级豪车和价值不菲的方程式赛车前往英国 这些赛车距离货物托盘两边的距离只有几公分 在装载时一定要格外小心 任何失误都有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动力滚轮将货物移动到正确位置 一旦就位 一个超级安全的锁定系统便会固定托盘 装载货箱时 上方一定要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如果箱子离舱壁太近 在颠簸的飞行过程中就有可能刺穿机身 所以工作人员必须临时改变装载计划 调转货箱的角度 眼前看到的这些是方程式赛车上的锂电池 这些电池既重又容易发挥 它们被存放在一个防火的盒子里 这是为了预防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自燃 另一边 机长正在检查发动机的情况 这是起飞前必须要做的检查 就在此时 他接到报告说飞机前轮发生故障 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风险 他们不得不停止装火 冒着大雨为飞机更换新的轮胎 在装载完所有货物之后 工作人员要对整个机舱 做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才能起飞 同样的检查在飞行过程中也要进行 飞行时由于货舱氧气稀薄 所以工作人员在检查时 需要携带氧气瓶才能进入货舱 飞机抵达目的地后 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将所有货物卸下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货机 波音747到8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